动作展示 安定虚伪 这是必须要学的 学什么 学稳重 学安详 学镇定 要把现在的那种 心浮气躁 要把它洗干净 人要表现的是 心浮气躁 你就知道 他再勤奋 再精进 再努力 他所学到的东西 都是皮毛尝试 真正的内容 他得不到 在印族所说的 一份沉浸 得一份利益 那个利益是真的 事出世间 甚于学 都要用真诚心去学习 我们学其他宗教经典 也是一个道理 我跟许多人 谈到学习的问题 我跟马哈地张老师 我读古兰经 他问我 你是不是读中文的翻译本 是的 我有好多版本 我读古兰经 我说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他看着我 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我体会不到 经里面的奥义 他点头 我们读古兰经 要是把它看到 那是回家的 这里头有个界限 你所得到的是皮毛尝试 你怎么能了解它 我说我度新旧约 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印族说的吗 一分沉静 你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你得十分利益 你有八分沉静 你就得八分利益 所以我们做的 我也曾经讲过 我讲过古兰经 他们听得很欢喜 觉得我讲的 不比二行差了 我讲的玫瑰金 在天主教 已经流传开了 光碟已经到处都有了 你不是真正清晨 你怎么能知道 他的意思 我们带头来学习 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 他们也会学佛的经典 但是他们学佛的经典 可能也学一点皮毛常识 什么原因 沉静心做出的 他有真正的沉静心 我们翻开 我们翻开 圣经 用对 阿弥陀佛的真诚 对释迦牟尼佛的真诚 来对耶稣 来看耶稣 来看墨西 我们能看经典 我们能看经典里头的真东西 我们翻开 过来 就是对 祝佛菩萨那种沉静 来对 穆罕兰德 事出事尽 一切法 离不开一个尘 人要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 你决定有成就 真诚的人 心是定的 心是清净的 浮躁的人 没有真诚 历经叛道的人 没有真诚 自以为是的人 没有真诚 真诚的代表 孔子算是不错的 数而不足 幸而好苦 真诚表露出来了 数而不足是谦虚 恭敬 对谦德 廖凡斯讯里头 讲谦德 讲得非常之多 满兆孙 千手一言 尚书说的 自以为是 这是满兆孙 人家看着那个态度 对你敬而远之 你千许恭敬 真得到理 那为什么 别人真教你 真劝到你 自己 许多过世 自己不知道 谁肯跟你讲 没有人 在故事后 真正说你过世的 只有三个人 你的父亲 母亲 你的老子 有三个人 朋友不敢说 说什么 你不能接受我 这交情就断绝了 朋友之间 相处 要知道 察言观思 口里说 很谦虚 恭敬 请你指教 你要马上去 批评他的时候 你看他颜色就变了 脸就红了 就不能再说了 话题马上要转开 否则的话 再见面就难为情了 那么现在麻烦大了 父母不说你了 老师也不说你了 你如何能可过自信 那怎么办 现在只有找古人 廖凡四星 好 像感音片 这都古人作品 弟子规 全是古人作品 找这个 要想真成就 把圣贤的条件拒组 基础到好 这些东西 不痛下功夫 做不到 把它看浅了 那问题就严重了 你像盖大楼 你永远没低级 你怎么可能 听就 中国现在这些典类 还有 家规 我记得好像有家训 家规 有人把它专门收集起来 印成一套书 是从别人家谱里头收集的 这个很好 曾国藩的家训 曾国藩的家书 都可以读 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特别对于现代社会 这只是自求斗福 现在找一个好人 那劝他们 找不到了 也不敢 安定虚伪 就是一举一动 都安详 镇定 从容不破 仓促 仓促 慌忙 这个仓促 就是现在所说的 幸福祈祷 第一 神圣 做事慌忙 必将失败 日后悔